读一读徐侠客的《游黄商记》 作者是明代的徐侠客 徐洪祖自郑之号侠客 直立江阴忍 祖籍是江西的南昌 是明代著名的术士风水师 抗语学家 地理学家 旅行家和文学家 徐侠客纵横中国南北 跋涉了许多人烟罕至的荒野地区 往往露树荒野 足迹便利京北京 河北 山东 河南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西 江西 湖南 广西 云南 贵州等16省 所到之处贪忧寻觅 并记有邮记 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 人文 地理 动植物等状况 这是《游黄商记》的原文 不是很长 大家可以读一读 下面我们就一致一句的解释了 初四日 初四日就是指的明万历 四十九年的九月初四这一天 十五里行走了十五里路 自滩口到达滩口镇 五里又走了五里 到达了滩市 寓与滩池 洗澡 在温泉池里面洗澡 达滩望诸沙安而登 达滩就是住者拐杖 望诸沙安 就是向诸沙安这个方向去攀登 行走了十里 爬上了黄泥杆 像时云里诸峰 像时就是原先 原来的云里面的很多山峰 渐渐透出 渐渐的露了出来 一渐渐落无站底 也慢慢的渐渐的落到了我的拐杖底下 转入石门 转变进入石门峰 越天都之邪越过天都峰的半腰而走下去 则天都莲花二顶 则就看到了天都莲花两山的峰顶 据秀出天半都露出在半空 路盘一骑东上 路边一条岔路 骑就是岔路 往东边往东上去 来西所位置着 就是从前西就是从前 所没有到过的 随前驱直上 就往前快快的 一直快步的一直上去 挤达天都侧 几乎到达了天都峰的旁边 明万历四十九年九月初四这天 走了十五里 到达黄山脚下的滩口镇 又走了五里 到达滩市 在温泉滩石里面洗了个澡 然后组着拐杖向着珠沙鞍攀登 又走了十里 爬上了黄梨杆 早些时候藏在云里的重山峰 便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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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地露了出来 也渐渐地落在了我的脚下 转过弯进入了石门峰 经过天都峰的半腰走下去 便看到了二三的峰顶 都露在半空中 路边有一条岔路往东上去 原来是我两年前所不曾倒锅的地方 我就快步向前一直爬上去 几乎到达天都风旁 赴北上,右朝北上去 行驶下中,走在石缝中 石缝片片夹起 夹起就是夹起来立起来 路往转,弯弯曲曲的在石缝间 塞者凿枝,主塞的把它凿掉 斗者几枝,斗壳的就把它凿成阶梯 断者架木通枝,断开的架上木头 连通它,旋者直梯接枝 旋空的就竖起梯子来衔接它 下看翘鹤鹰声,往下看 斗壳的山沟,鹰声声的鹤山沟 丰松相间,丰树松树互相挫扎 五色分波,五色众多散开 畅若涂锈,灿烂像图画刺绣 因恋黄山,当身平其懒 因而想到,黄山,当得起一辈子的奇景 而有其若此,然而有其景像这样 若此像这样,前卫一探 从前未曾看过 知愉快且愧也 这次游览快乐又惭愧 使夫仆具主显行后 这时候,仆人们 俱都阻碍险路 因为有险路,行后落在了后面 鱼一停伏上 我也停下来,不上去了 来一路奇景 就是一路上奇异景色 不觉隐于独晚 不觉的隐诱我,独自前晚 又朝北往上爬 行走在峡谷中的小道上 石峰一片夹着一片的高高的栗子 小路弯弯曲曲的在峡谷中间 被阻塞的地方把石头找掉 陡峭的地方把它找成一击击的石梯 断开的地方加上木头,连通起来 悬空的地方竖起梯子,把它衔接起来 从高处往下看 陡峭的沟壑阴生可怕 山坡上的峰树和松树相互挫扎在一起 五彩缤纷 灿烂的像图画石秀一样 因而想到黄山 够得上生平所见的奇景 可是,有如此的奇景 从前却未曾探望 这次重游黄山 我感到又快乐又惭愧 这时,仆人们都因为显露而落在后面 我也就停下来不再往上爬 原来是一路的奇异景色 引诱我不知不觉的 独自走在前面了 既登峰头,已经登上了峰顶 亦安亦然 一座寺庙,像鸟赤张开似的 然似的,为文书院 这就是文书院 亦于西连玉登未登者 这也是我往年,西连,往年 想要攀登,而没有攀登的地方 左天都 它的左边是天都峰 右边是莲花峰 背衣玉平峰 背靠玉平峰峰 两峰秀色,俱可守揽 两座山峰的秀丽景色 都可以用手握持 四顾奇峰错裂 四面看看奇峰交错排列 纵贺纵横 许多山沟,纵横交错 真皇山绝胜处 真是最美的地方 这是皇山里面最美的地方 非再至 不是第二次到来 焉之奇奇若此 哪儿知道他奇秀 如此奇秀 欲游生成员至 信甚有 遇到云游的生人 成员到来 游信很盛 以登上峰顶 便看见一座寺庙眼角高高翘起 这是文书院 也是我前年打算攀登 而没有登上的地方 这里左边是天都峰 右边是莲花峰 后用玉平峰 天都莲花两峰的秀丽景色 在这里都看得十分真切 举目四顾 其峰交错排列者 千山万古 纵横交错 真是皇山景致最美的地方 如若不是再次到来 哪儿知道皇山如此奇秀 在这里遇到游方的和尚 成员 正到来 我们游信都很浓 时已过五 时间已经过了五十 仆人们恰好到来 立安前 站立在寺庙的前面 指点两峰 指指点点 两座三峰 安生位 安生就是寺庙里面的和尚 僧人说 天都虽近而无路 天都峰虽然很近 但是呢 没有路 莲花可登而路遥 莲花峰可以攀登 但是呢 路很远 指宜静盼天都 指十亿静看天都峰 明日登年顶 明天攀登莲花峰顶 鱼不从 我鱼就是我 不听从 决意游天都 决心游天都峰 下成员 炉子 仍下峡路 协同成员 仍然往下走 峡谷中的路 至天都峰 到达天都峰的侧面 从流石 蛇行而上 从流石上 像蛇那样爬行而上 攀草千计 攀着野草 抓着荆计 石块重启 则立块 重启就是重聚 高起来 就越过石块 石崖车静则圆崖 侧立 侧就是侧立 靴就是抖靴的地方 就攀缘石崖 每字手足无可着促 手脚 手足就是手脚 没有可以接住的地方 成员必先登 垂阶 他一定先爬上去 向下接应 时间过了中午 仆人们刚好到来 他们站在文书院前 指指点点欣赏天都 莲花峰的景色 庙里的和尚对我说 天都峰虽然近 但是无路上去 难以攀登 莲花峰虽然可以攀登 但是路途遥远 今天最好在这看天都峰 明天再攀登莲花峰 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决心当天就有天都峰 我便携同成员 仆人 仍旧顺着峡谷中的小路下去 到达天都峰侧面 越过被山水冲下来的石头 像蛇那样爬行着往上攀登 一路上攀着野草抓着经济 遇到石块重聚高起的地方 就越过石块 遇到斗的石崖就攀爬石崖而上 没到手脚没有沼落的地方 成员必定先爬上去 然后伸手拉我上去 每链上既如此 没想到上来像这样子 下河以堪 下去怎么受得了 忠义不顾 最终也不顾了 历险数次 经历了危险 几次便到达了峰顶 唯一石顶壁 起有数十丈 唯一只有一个石顶 像墙壁一样高起来 好像有几十丈 成员寻视其侧 寻视他的侧面 得急 找到了十级 侠语以登 扶持着我 侠语就是扶持着我 以登上去 望风无不下伏 群风没有不在下面的 读莲花与看耳 唯读莲花风同他抗衡 时龙雾半左半智 这时候龙雾呼起呼止 每一阵志 每一阵龙雾到来 则对面看不见了 跳莲花珠峰 远望莲花中山峰 多半在雾中 唯独登上了天都 于至其前 我到达了他的前面 则雾夕于后 那么雾就移到了后面 逾越其右 我跨越到他的右边 则雾出其左 那么雾就出现在 雾出现在左边 当想到上来时 竟然这样困难 下去怎么受得了 最终什么也顾不上的往上爬 经过几次危险 便到达了峰顶 峰顶上只有一面大石 像墙壁似的立者 好像有几十丈高 成员在他周围巡视 找到上去的时间 便扶着我登了上去 只见群峰都低伏在下面 只有莲花峰可以与之相抗衡 这时龙雾忽然聚集 转眼又消散了 每一阵龙雾到来时 就是面对面都看不见 远望莲花珠峰 多半常在龙雾中 唯独登上天都峰后 我走到他的前面 雾就移到后面 我走到他的右边 雾就出现在左边 其松游游取挺 纵横着 这里的松树 还有游有 还有 取弯曲 挺就是挺直 纵横的 薄衰大杠如臂 薄树虽然它的主杠 犹如手臂 无不平贴石上 没有不平卧在石头上 有苔显然 像苔显似的 山高风聚 这里的山高 风也很大 雾气去来无定 没有定准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去 没有定准 下盼珠峰 往下看珠峰 石出为碧窖 有时露出 成为碧绿的山尖 轿就是山尖 石墨为银海 有时 以墨成为银色的海洋 再跳山下 再远望山下面 这日光晶晶 就像阳光亮晶晶 别意趋于也 另是一个趋于了 日见目 太阳渐渐落坡时 随前其主 就像前伸出自己的脚 手向后居地 按着地 坐而下托 坐者下滑 至险绝处 到了极危险的地方 成员便肩手相接 他就用手和肩膀来接我 度险 过了险处 下至山澳 下到山澳里 明色已合 就是木色 已经合拢了 天已经黑了 附从峡渡站椅上 右从峡谷 经过站道而上 指文殊院 住在了文殊院 这里的松树 长得弯曲挺直 纵横齐形怪状的 薄树虽然主杠有手臂粗 但都平握在石岩上面 像苔藓一样 这是因为山高风大 雾气往来不定 向下看看纵山峰 有时从雾中露出来 一片碧绿又尖又高 有时隐没在雾中 化为银色的海洋 在远望山下 阳光灿烂 另是一个世界 天色渐渐晚了 我们就把自己的脚伸向前 手向后按着地面 坐着向下滑 到了极端危险的地方 成员坚守并用 把我接下去 过了险处 下到一个山间平地里 天已经黑了 又从峡谷经过帐道爬上去 当晚住宿在了文书院 本文节选至《许侠客游记》 作者徐洪祖 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旅行地理学家 和游记文作家 他从公元1607年起 做过十多次旅行 时间前后延续三十余年 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 在旅途中 他把每天的经历和访问 观察所得 用日记形式记载下来 可惜他的日记 深浅已多思上 现存《许侠客游记》二卷 是他死后他的友人收集遗稿 编辑而成的 《许侠客游记》不仅是研究地理学 《地质学》《动植物》 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也是珍贵的游记文学作品 本文是《公元1618年》 英历九月初四 由《黄山的日记》 他着重描写了 黄山祖风天都风 俊显秀奇的景色 刻画了他多云雾 多奇松怪博的特点 以及天都风远眺所见的千年禁秀 松涛云海的壮丽景象 本文按由衷迹述 但不是有见秘录 而是抓住重点 着力描绘 写得具体生动 文中蓄意结合 在写景中适当地插入几句议论 既表现了作者游山的心情和感想 也使读者注意到黄山的景色特点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好 谢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一篇再见